Lun Sang 女生 No no typical romance I don't like plans don't buy your shirt title 第一眼就爱上了的人 是什么人 这感觉能多久 我相信一尊寻爱的基本 标准反复时的心动缓慢 你的结局让我觉得突然 有一种心跳反常不安 神经变得敏感 我竟然对着你笑容泛滥 You're a hazard to my health But there ain't nobody else No hazard to my health No hazard to my health Do you want me to take me on a date Don't be so lame 当我在你怀中 咱们视频一出事 我就找他算账了 那谁知道 他把我给拉黑了呀 那我们跟他签的合同呢 这个公司我查过 确实有这么一家公司 但是人家公司 根本没有 跟我们签约的这个人 就根本别说 跟我们签约这个事情 这个角 他们只签约给过一个人 王文俊 说的 要不是你得罪王文俊 至于 你闭嘴吧 我说错什么了 现在周总 是不是被你连累了 我已经发起了申诉 让人看看赔偿金的数额 看看有没有余地 这一次我们损失太大了 多好的片子 就这么没了 行了 你也跟着折腾一天了 咱俩回去休息吧 可是我总觉得 浩天 我了解萧瑞 他比谁都精 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 他这个人做事计较得很 只有他骗别人 没有别人骗他 这件事 肯定没有这么简单 你干吗 把这只脚也掰了呀 变成平底鞋不是好走路吗 不要不要 我不要什么平底鞋 我就要高跟鞋 你干吗 你干吗 你这个鞋太爱演了 先去卖鞋 你干吗 看不出来吗 换鞋 妹妹 你男朋友不要对你太好 你是你想的那样 你干吗 你干吗 莱莱姐 莱莱姐 怎么了 没事吧 莱莱姐 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想说就说啊 想说就说啊 我觉得 齐朗这个人吧 挺好的 我觉得你应该试着跟他在一块 怎么可能啊 我们差了这么多岁 而且 我还有小团呢 莱莱姐 这都什么年代了 你怎么还有这种思想 我能看得出来 他特别喜欢你的 你也才认识他不长时间 怎么就能说的 我这么有把握 我是认识他不久 但是有句话叫旁观真心嘛 我能看出来他满眼满眼都是你 而且他这么了解你的状况 还对你这么这么好 证明他对你是真心的 说得好像你一副横东感情似的 你是不是口是心非我不好说啊 但我真心觉得你俩可以试一试 而且我最近课业越来越多 我真的很担心我越来越难抽出时间来帮你了 我觉得现在你很需要齐朗的 傻孩子 我怎么可能因为我暂时需要人家 就轻易接受一份感情呢 这个世界上 秦债是最难还的 以前我不知道他的心意 我还可以很自然地面对他 但现在知道了 你就不知道怎么面对他 他自己给不了他想要的 姐姐你就没有对他有一点点心动吗 好八卦 说真的 这段时间他不在 我还还挺不习惯的 我也知道 他对我很好 他在身边的日子 我也感觉很放松 很快乐 但这些 还是改变不了我们 长了这么多岁的事实 我们真的合适在一起吗 他会不会只是一时兴起呢 我当然知道恋爱很美好 但我早就过了那种 盲目追求爱情的年纪了 更重要的是 小团这么爱他爸爸 又怎么可能接受 我身旁有新人呢 雷雷姐 你就是给自己包袱太重了 小团虽然说年纪很小 但是不一定他什么都不懂啊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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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说的呢 我也听进去了 但是呢 也请你别要操这么多心 作为学生就以学悦为重 至于这个店 我再招个人进来帮忙 放心吧 您好 我约了周总 麻烦您先等一等 周总办公室现在有客人 您好 我约了周总 周总办公室现在有客人 好 好 你别喝了 喝酒能解决问题吗 我早跟你说什么来着 不让你跟那个孟浩恬搅合到一起 你非不听 现在好 不过我哥说了 他呢 做这件事情不是针对你 他可以立刻让人撤回投诉 什么意思啊 不过有一个小条件 什么条件 条件特别简单 只要你能跟孟浩恬切割 切割 怎么切割 他派视频拍片子出了多少钱 咱们召架给他 等片子出来之后 抹掉派视频的所有标志 他以后爱找谁合作找谁合作 我哥自然会去收拾他 这样就跟咱们没关系了呀 你哥是想整死孟浩恬是吧 你哥是想一个小车 给啥mpest 给啥mpest 给啥玩意 我做好 这只割开玩意 你哥哥你吧 你哥哥是想适合我 我叫你哥哥是想适合你 你哥哥是想适合你 你哥是什么 你来干什么 田姐让我过来的 兴许这儿能帮上什么忙 只要你答应 我哥就会立刻撤回投诉 还会给咱们的片子 一个很好的推广位 并且愿意把他们公司 最红的网红业务 分一块蛋糕给咱们 好吧 这个蛋糕我吃不了 我消化不了 我果然没猜错 还真的是你搞得鬼 你 你怎么发现的 好好看看吧 你是不是以为我们分割以后 我就不查你的账了 你真是百密一书啊 场地费的走账 走的是我们的联名账户 这笔账在我们的联名账户 走过了一圈之后 又回到你的私人账户 所谓的什么中间人 就是你自己吧 萧总 大家合作一场 干吗把事做得那么难堪 我也是被逼的 你看冒往前都得罪什么人 星际一线哪 我们跟你们一起做就是托我们下水 那周总呢 他是你的长期合作伙伴 你把他也卖了 难道你要为了孟浩田那个外人 去得罪我哥吗 咱们才是一家人 老公你看啊 只要咱们这次能够合作成功 就可以缓合和家里的关系啊 这不是咱俩一直以来的愿望吗 你到底怎么想的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 你别喝了 你自己决定吧 老周呢平时对我不错 够哥们够意思 我们合作也挺愉快的 但是是实务者才能做大事 你们看这个老周 他表面是挺昏光的吧 他在他老婆那边 就是区区一小人物 现在王文俊才是最重要 最说了算的 那我们三家人的利益 就是你献给王文俊的礼物 我不是为了瑞达 为了你吗 我为了谋求我们共同的发展啊 你看看 咱们啊 要做那个短视频 就那么几分钟 做成了呀 也就赚区区那么一点点小钱 就老周和孟好田手里那些艺人 命不见金赚的 有什么前途呢 要是王文俊高兴 那可不一样没有 他手里头 可是全是大流量的网红 那咱们未来几十年的钱 转都转不够啊 你看 你看 我把那个资源置换的那些条件 我都谈好了 你看 你看 萧瑞 我现在真的都是一点都不恨你 我现在看着你 就觉得特别陌生 你别刺 来 孟小姐 周太太 你来得够早的呀 我知道我给周总带来的麻烦 我是来解决问题的 你就是那个问题 孟好田 拉人陪葬的感觉好过吗 萧瑞 我以前觉得你特别蠢 现在我觉得你坏 我原本还看在孩子和公司的面子上 不死不活地和你捆绑在一起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完全不顾商业守则和江湖倒影 想挖坑就挖坑 想害人就害人 我 瑞达是我一手创办公司 工章瓶瓶不能给我呀 我告诉你 这个约我签订了 让开 让开 让开给我 小瑞 给我 小瑞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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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冒天算什么东西 你给我闭嘴 我田姐的名字也是你叫的 你又不是让她自己来 让你们干什么 你才没本事呢 我们田姐一直凭良心做事 所以我们公司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还是不离不弃的 你看看你 有一个人帮你吗 松手吧 小瑞 王文具一时的利益 让你坑害了所有的同行 你有没有想过 她都为人处事长久的了吗 如果有一天她垮台了 你怎么办 瑞达怎么办 如果你有孟浩天一半的坚持 和一半的见识 我们也不至于走到今天 这个合同我不会让你签 工章放在我这里 我不会让你再做任何伤害瑞达的事 对不起啊 人有的时候是需要点酒精的 要不会很压抑 应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 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 但你现在拒绝了那边的条件 恐怕王文具不会善保甘休的 我怎么会怕王文具呢 我怕的从来都不是她 你是怕周太太夹在中间为难 你知道吗 她是一个单纯的人 她总觉得我也好 王文具也好 都是她的家人 她希望家和万事兴 你知道吗 我跟我太太是彼此的初恋 我还是一个读电影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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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时候真的很开心 可是后来 我知道她是行业大佬的女儿 总是有点自卑 总是有点自卑 结婚以后才是别人碎嘴的开始 就是 上下几件校友觉得我周玉一毕业就吃了软饭 他们觉得别人上学是为了学习 我周玉上学是为了吃软饭 当时我一气之下 我就开创了五星传媒 你知道吗 跟你们在一块工作的这些日子 我特别地开心 咱们一起拍片 一起讨论剧本到深夜 一起看剪辑 让我仿佛找到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 我不想再放弃我的梦想 谢谢你 谢谢你 其实啊 我不在意我的资产 我也不在意王文俊是不是要搞我 在意的是 我太太为什么会觉得 我会接受这样的条件呢 她真的知道我想要什么吗 好 双头 你好 冷思明 你好 见到你我很开心 我也很开心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喜欢我吗 你让我想一下 我发现 问她别的问题的时候 她也就是死机几秒 就自动跳过 但只有问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会持续不断地运转下去 直到死机还在坚持无限 别人都当桥款是才傲物 以为她怼天怼地的谁都看不上 其实这孩子吧 心里孤独得很 心里孤独得很 她是放不下她原生家庭那点事 这么多年 她总是想知道 她的父母到底爱不爱她 如果爱她 怎么会一个出走一个改嫁 让她和爷爷奶奶生活那么多年 所以 她是想从技术中获得答案 她是想从技术中获得一点温暖 你以为她追求的是那点数据吗 其实不是的 她开发陪护机器人 表面上看是要融资 要赚钱 还会被人误认为 她在追求什么高精尖技术 钻牛角尖 但我懂她 她是内心太寂寞了 才想开发出一款真正可以懂人 可以陪伴人的机器人 看来 只有在双头能够真正听懂人说的话 她说话的时候 小关才能过去心里的一道坎儿了 帮你做风课 我晚上回家 我操作 我操作 cors心里面和卫文 也差点 还有 确实 也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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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离开 是为了更好的会员 停 这段 还有这段 这段 都给我放进去 好 按照我说的节奏区间 每一个打点 都按照我说的来 没问题 拍照 当 obst 就oder 不 就 铃筹 我 вам 真笨 你好 双头 你好 真笨 你超超超超笨的 那你为什么跟我说话呢 因为我需要朋友 我也需要朋友 那双头 你喜欢我吗 你让我想一下 想不到也没关系 反正 我喜欢你呀 很好 就这样 考音盘里给我 好 田姐 我不明白啊 咱这样剪 对咱的片子有什么好处吗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 但是这对我们的合作伙伴 一定有你 周太太 谢谢你今天过来 你有话快说 我还有事 我知道最近你跟周总之间 有一些不愉快 所以呢 你是来看笑话的 周一不愿意跟你们分割 所以弄得我们一身泥 现在你满意了 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 我愿意推出这一次合作 你这又是什么话着 你想以退为进 你把我想得太厉害了 我如果是个懂得 以退为进的人的话 也不会跟你哥哥 闹得这么僵 我这个人 该进的时候不会退 但是该退的时候 应该保护好自己合作伙伴的时候 也不会犹豫 我想清楚了 如果我的退出 可以让五行传媒和新奇音线 冰雪消融的话 我愿意这么做 我没想到你愿意这样 不过你放心 你们的损失我们一并补不上 不用 这跟你没有关系 而且我在乎的也不是这个街 我今天来呢 是想给你看一个东西 你想让我看你们的片子吗 我没兴趣 确实是我们拍的片子 但是这个主角 是你最熟悉的人 好 这里呢就是一个 波西米亚警觉青梭风的 这么一个风格的一个 这个风格 这个风格 我觉得可以增加这个 渲染这个这个 这个风格 好 可以作为一个背景 很多球员可以放在这儿 今天是因为下雨 平时的时候 它外面的采光特别的好 阳光很通透 放在这边去 这个安不安全啊 一定要拧紧了啊 你们俩要注意安全啊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 好 归制一下啊 归制一下啊 检视器 检视器 先放那边去吧 现场先放饭啊 给它盛点米饭 来 米饭 往这盒里面再盛点 来 我也看了素材 我觉得蓝导拍得非常好 十三分钟的板也好 五分钟的板也好 我觉得足够足够了 郭老师还有啊 我都已经好久都没有看见他这个样子了 这是我们花絮组的人拍大的画面 这么多年周总一直在做宣传 但是他在片场的热情 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创作人的样子 说起来 我喜欢上他 就是因为当年在学校里拍学生作品 当时我是他的女主角 别人拍一遍就交了 他拉着我 反反复复拍了十几遍都不过 当时啊 可把我折腾擦了 但 也让我爱擦了 说实话 周总对于创作的热情 也让我挺有爱的 可我这个最亲近他的人 竟然给忘记了 我还以为 他拍片子只是为了想赚钱 赚钱的方式有很多种 但是我相信如果周总只是为了赚钱的话 他会有更好的选择 我一直以为他开公司 拍那么多网红的作品 签那么多艺人 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能赚钱 但实际上 他内心的追求一直都没有变 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是我想错了 你也不用自责 这么多年你也一直在默默地支持他 可是拍片子是他的梦想 只有这样他才能快乐 这么多年过去了 我一直以为他忘了 但其实是我忘了 说起来 如果不是当年因为跟我结婚 因为我们家 他其实不必走上从商这条路来证明自己的 其实你跟周总之间 都是在为彼此付出 所以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影响你们之间的感情 还是爱你的 只是有些时候他有他的原则 有的时候啊 你真通透地让人害怕 我只是个旁观者 毕竟关心则乱嘛 先生 不好意思 您不能进去 先生 先生 您不能进去 慢慢给我打开 先生 您的卡已经失效了 我们不能放你进去 你刚才叫什么 你不认识我是谁是吧 行 要不然你们就把王太太给我叫下来 你们一个个起个意思啊 我们王总正在上面开会 您没有预约 我们没法给您通报呀 你再给我一句废话试试看 袁总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王总 何必跟一个前台计较呢 这是我的访客 给小小总拿一张访客卡吧 先生 请 请 喝杯茶 你先瞧瞧吃 来 来 袁总 喝茶 不管走到哪 你都是我的小袁总 你还当我是你小袁总吗 我前两天找你 你怎么连消息都不会啊 也不是你这一走 老袁总掌管大局 这前前后后交接的事情 我实在是忙不完 喝杯茶 那对了 我给你发的商业计划书你看了没有 嗯 看过了 真是让我眼前一亮 我想啊 你这份商业计划书一定能 在咱们行业内有限期翻风浪 好 既然你这么想 你出来跟我一块干 只要你肯跟我走 我一定不会亏待你 想要做这么优厚的待遇 我想有不少人想跟着你干吧 这帮傻伙一个个都是实力 我去他工作几天呀 一颗个都翻了你 事奉日下 人心不顾 你少跟我废话呀 你就告诉我到底跟不跟我走 恐怕我不能跟你走 你说什么 小袁总 你不管走到哪里 都有袁老爷子照着你 可是我要是离开了灵智 又有谁管我 我在灵智 莫爬滚大了这么多年 才有了今天的废痴 我现在刚当上的废痴 你给我撂嘴吧 你说他这么多的废话 不就跟你帮人一样呢 捧高踩低是吧 我不是废 也不是财 是此一时彼一时 此一时彼一时啊 王大伟 你最好别忘了 你能有今天这个位置 是谁给你提上来的 权阳总 权阳总 我还叫你生小袁总 是因为看在我们之前共事的份上 而不是你的事实 你现在应该是干点你该干的事 而不是在我这里支撑花脚 行 完了 这倒是我的错 权阳总 请你下次来的时候 提前和我的秘书 请你再来 我等会 我先在那边 试试 我先在那边 你忘记了 我先在那边 你先在那边 我先在那边 你先在那边 我先在那边 我先在那边 写得还不错 看来这几天 他们也没偷懒 大乔 你回来了 双头 你把音量调小 我是偷偷回来看你的 可别让他们知道了 我帮你保守秘密 双头 我不在这几天 你过得好吗 一般 一般 他们说让我给你换个 好看的壳 就能把你给卖了 可他们怎么会知道 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双头 你怎么不回答问题呢 有些问题不一定要有答案的 那双头 你喜欢我吗 你让我想一下 果然还是没有区别 那大乔 你喜欢我吗 双头 我研究了你五年 你终于 是我太笨了 花了五年才懂你 双头不笨 双头一点都不笨 双头你是全世界最聪明的机器人 我还不够聪明 我还不够了解你 如果可以 我想多陪陪你 好吗 可是双头 我会死 会老 那你能陪我多久呢 明天太远了 但这一刻 我是陪着大乔的 我们珍惜眼前这一刻 就够了 我把你带来 都不够了 狼总 抱歉 我只是刚加班 没有刻意地偷窥 你是怎么做到的 让他终于有了 有了情感的反馈对吗 我之前就说过 技术走到了尽头 就只能是服务于人情 你当初给她的设定 是能让她精准地 回答出每一个问题 但事实是每一个问题 都有无数个答案 所以我修改了她的算法 让她做到的 不仅仅是回答 还有互动 你很聪明 恰恰相反啊 只有笨的人才会这么做 聪明的人只会陷入 在自己的逻辑当中 往往会错过很多重要的事情 大乔 我一直喜欢你呀 双头 干得漂亮 我这么做 还不都是因为喜欢你吗 太好了 乔宽 我觉得 双头已经被你赋予生命了 双头现在依然是靠抓取 获取信息 进而跟用户进行反馈 但幸运的是 她的这个能力足够强大 郝哥 你站着干什么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我坐坐 这种技术 现在已经秒杀掉市场上 所有的同类产品了 小衣 还是冷锁方向给的对 对对对对 没有冷锁的方向 我们往哪儿研究 不不不 笨哥 还得是你放弃的休假 才把它做成这副模样 这五年没日没夜的 我觉得 没白陪着你们 没白陪着你们 好 接下来我就让代工厂 加工我们的产品 然后开一个像样的发布会 把我们的产品推向 全世界 就算我的技术为后 一定能减得到 这东方导人物的全世界 你真是个小鸡俩 田姐你回来了 田姐 你快看田姐 上下了 这么快 昨天晚上就警告 据说是那个投诉被撤销了 田姐 你用什么办法 让咱们视频回到首页的 现在的推荐位大爆啊 视频是回来了 但是可能我们的标准就 我们的标准特别大 而且第一个就弹出来了 调出来 调出来 对啊 调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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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这是我们的片头 出来了 我们派是你们名字 最大最前的 怎么会这样 孟总 好 我是来谢谢你的 昨天晚上我跟文韵 就是我太太 你们俩呢 聊了很久 像之前你还没有说开的话 全说开了 我很好奇 这么短的时间内 你太太是怎么做到的 她手里呢有家里的股份 她拿着股份去找她哥 她哥就退了 就这么简单 当然没这么简单 她呢 一手拿着股份去谈利益 一手呢 靠着撒娇去谈感情 总之 你之后不会再有麻烦了 说实话 我对你太太真的是刮目相看 替我谢谢她 她也托我谢谢你 她觉得你很坚强 从不退缩 她很希望跟你成为朋友 我们会是朋友的 恭喜你的视频重新上线 扔灯防守 也恭喜你 机器人研发成功 那这样可不放下一切 来一场收拾就落个绿线 行啊 天眼海角由你选 我都奉陪 跟我回家 跟你回家 今天接到家里一个电话 说他们叫我回家有事 你有没有兴趣跟我走一趟 我这一趟是要做什么呀 游游山按碗水 看看我小时候出生的地方 来尝一尝我们当地特色的美食 但是 顺便 见见父母 你想好了 我们两个人在一起 也有段时间了 我不知道 你对我们两个人的感情 有什么感受 说实话我还没好好想过这问题 我们俩从认识到在一起 一切都发展得太快了 我还没有认真撕快过这个事情 你就已经在这儿了 那我觉得你不妨 往后多想一想 往前多走一走 我很喜欢你 被你在一起很开心 是见父母这个事情我觉得 我觉得我还没有准备好 没关系 我懂 不着急 我公司还有好多事情需要我去处理 我买了下周的票 如果你想好了 就跟我一起走 如果你还没有决定 那就下回咯 我知道你对婚姻的态度 结不结婚 见不见父母 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和你一起 在你身边 满下周的声证 我会认真コン& 冷湖本来就是这个世界的常态 花开后总是等待着凋零 所以最高贵的蔷薇总是满身带刺 如果你要我 就别成为我的过去 拙劣的复制皮 让我看看你 究竟有多少的本事 能看透山茶花瓣里面 没有被理解的甜蜜 何时 好 如果你要我 就別成為我的過去 拙劣的複製品 讓我看看你 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能看透山茶花瓣裡面 沒有被揭開的甜蜜和虛誉 很茶花的虛誉